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人尽皆知的 他们的故事跌宕起伏 感人肺腑 但是在我看来 太过淒美 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里边演了 白娘子和许仙小两口本来过得和和美美相敬如宾的 可是大和尚伐海几次三番的从中作梗 为了拆散这对小夫妻是无所不用其极 许仙无缘无故的就被伐海给关起来了 白娘子没见着许仙找上门来 起先白娘子还是苦苦的哀求 说我和许仙是真心相爱 您就成去了我们俩吧 发言不听 那怎么办呢 白娘子当时就火了 打起来了 又那个阵仗叫一个大呀 水漫金山 就是因为这次水漫金山误伤了不少的生灵 白娘子这才被镇压在了雷锋塔下 是永世不得出他 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播出以来啊 不少观众一度认为 西湖的雷锋塔就是为了纪念白娘子才修建起来的 其实历史上真实的雷锋塔和白娘子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有什么证据吗 据传说白娘子和许仙的故事是南宋年间开始流传的 而真正的雷锋塔是什么时候建造的呢 五代十国时期 那会儿还没有白娘子许仙的传说呢 有人可能要提出疑问 为什么你一直强调什么真正的真实意义上的雷锋塔 那是因为咱们现在能够看到的雷锋塔 那是在原有的雷锋塔基础之上修建的 而原有那座雷锋塔 也就是历史上真正的雷锋塔早就倒塌了 鲁虚先生有一篇文章啊 论雷锋塔的倒掉啊 雷锋塔早已成为了废墟 那是怎么回事呢 咱们把时间调回到1924年的9月25号 这一天杭州发生了一件全国瞩目的大事 统辖东南五省的直系军阀首领孙传芳 要出任五省联军总司令 上任一事就在孤山举行 这孤山就是西湖最大的一个岛 当时为了看热闹 西湖边上是万头传动人山人海 结果人们没有等来孙传芳上任 却先等来了让他们呆若目击的一幕 轰的一声巨响 雷锋塔在众人面前毫无征兆地倒降下来 倒的是突如其来让人措手不起 而倒塌的这座雷锋塔 那就是真正的雷锋塔 奇怪啊 这座雷锋塔在西湖边上屹立了近千年之久 经受住了千年的雨打风吹 怎么会莫名其妙就突然倒塌了呢 话说当时雷锋塔一倒 民间立刻就传出了两个有趣的说法 第一个说法是说孙传芳杀气太重 他要是出任了五省联军总司令 估计那得杀得湿山血海 要为祸作乱的独独生灵啊 雷锋塔为了警示世人才会轰然倒塌 这是其一 另外一个说法就是 雷锋塔底下镇压白娘子 雷锋塔倒了 白娘子要出事了 当然了 从科学角度来阐释的话 雷锋塔的倒掉和孙传芳白娘子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么他为什么倒 还有啊 历史上真正的雷锋塔不是因为白娘子而修建的 那么又是因为什么而修建的呢 这两个问题 久久没有找到答案 因为雷锋塔倒塌的时候呢 正值是军阀混战时期 社会动荡不安 人们连活命都顾不上了 更别说顾及 去探究一下雷锋塔都怎么回事了 直到二十四末期 人们才开始重新的注意到雷锋塔 或者说重新想到雷锋塔 觉得这个雷锋塔呀 是西湖弥足珍贵的文物遗址 必须重建 而要重建 就要清理雷锋塔遗址 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 就在清理的过程当中啊 人们在雷锋塔的废墟之下 挖出了一个大地宫 地宫里有什么呢 一条大白蛇 没没没 小不是大白蛇 不是白羊子 而是一大堆价值连城的宝物 二十四季末呢 就杭州有一个概念 就是要重建雷锋塔 整个挖掘呢 辞世的又前前后后 有两年多的时间 出土了非常精美的一些文物 当时出土的那些文物 大部分都珍藏在 现在的浙江省博物馆 孤山分馆之内 那么都有哪些宝贝呢 这是刘金银阿玉王塔 做工精湛的华丽非凡 是浙江省博物馆的 十大镇馆之宝之一 这是鹦鹉纹刘金银腰带 长68厘米 重475克 设计非常之讲究 一套足足有13件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皮带上的花围 也是非常精美的 怎么样 光看品相就知道 这两样东西那是价值连城 而地宫当中类似的 价值不菲的宝贝 还不止这两件 那么问题来了 这雷锋塔究竟什么来头啊 它的地宫里 怎么会埋藏着 这么多的西式珍宝呢 去过雷锋塔的观众朋友 可能知道 现在这座雷锋塔的背面 有一块不起眼的牌匾 上面写着三个大字 黄飞塔 什么意思啊 这雷锋塔怎么又叫做黄飞塔了呢 顾名思义或者望闻生义 它还和某位黄飞有关系吗 当然 在发掘地宫的过程当中 考古队注意到了一个关键的线索 有一块石碑上 刻写了一篇名叫 华颜精拔的文章 里边就记载了雷锋塔主人的身份 谁啊 您看落款 吴越国王前处 拜首锦书于京之为 雷锋塔的主人是一名叫做前处的吴越国王 既然是国王 自然而然 雷锋塔底下出现一个地宫 地宫里出现一大堆宝贝 那就不足为奇了 不过还有一个问题 既然雷锋塔的主人是国王 那他怎么不叫国王塔呢 而叫黄飞塔 民间有个传说就说了 前处有一个非常宠爱的飞子 那个飞子呢 还给他生了个儿子 为了庆祝这件大喜事 前处就专门命人在雷锋山上 修建了这座佛塔 所以雷锋塔又叫黄飞塔 这个传说听起来还像那么回事 不过熟悉历史的观众就知道 里头肯定有古怪的 吴越国在五代石国时期呢 只能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国 只能算这个 而前处呢 又是吴越最后一位国王 他所处的年代 正是吴越最动荡的时期 在这种时候 前处真的会为了一个妃子 大兴土墓修建一座佛塔吗 塔砖上的敏文呢 通过他的研究呢 表明这个塔呢 是在公元971年左右开始兴建的 注意这个时间 公元971年左右 再查查史料 就能发现前处啊 一生共有八个儿子 可那八个儿子 没有一个是在这个时间段出生的 所以说黄飞塔的传说 并不靠谱 那么雷锋塔不是前处为了他的黄飞修建的 又是因为什么而修建的呢 再一个雷锋塔修建于公元971年左右 而吴越灭亡于公元978年 可见雷锋塔开始修建的时候 已经是吴越生死存亡的关键时期了 那么前处为什么 还要在这个时候花这么多钱 这么大的气力修建一座这样的雷锋塔呢 上节说了 五代石国时期战乱四起民不聊生 吴越国最后一位国王 前处竟然在这样的时候大兴土墓修建佛塔 他意欲何为 这个物件您应该还记得吧 是刚刚说过的刘金银阿玉王塔 只有36厘米高 小巧灵魂 因而对于工艺就要求十分之高了 实际上他的做工呢 也确实是非同凡响 您注意看他的塔身 四个面都雕刻了佛教故事 再看他的四个脚 上面都雕刻了金翅鸟 我们您说 这个物件那是前处的心头之好 是前处亲自设计铸造的 那么前处为什么会花心思打造这座阿玉王塔呢 这阿玉王塔又是干什么使的呢 说起来还真挺有意思的 对比五代十国时期其他的君王 一心想着开疆破土 破大势力 这个前处啊 不一样 他是其中最特立独行的一位了 他这一辈子不爱权力 也不爱美色 最大的爱好 那就是重信佛教 他希望在无域的土地上 广众福田 广修佛塔 前处虽然在开疆拓土上没什么建树 主要是没什么心思 但是他在笃信佛教方面 小有成就 他发明了七宝阿玉王塔 也就是刚刚我们看到的那种 那这里呢 给您科普一下 阿玉王塔 听名字就知道来自于印度 是专门用来供奉舍利的器具 这个舍利啊 舍利子是得到高僧去世之后 遗留下来的头发呀 指甲呀 骨骼呀 等等这些东西 在佛教当中呢 被视为圣物 不过原本的阿玉王塔呢 样式简单 造型朴实 而前处在这一基础上 做了一些修改 增加了一些中国的元素 加入了佛教故事 设计上呢 也更加精致复杂 从一层变成了多层 从圆形变成了多角形 您估计也注意到了啊 印度的阿玉王塔 是用来珍藏佛设立的一个道具 而前处精心设计的七宝阿玉王塔 是不是也来供奉佛祖设立的呢 没错 据记载 刘金音阿玉王塔当中就供奉了一块佛设立 还不是一般的佛设立啊 是佛祖释迦摩尼的真身设立 佛罗济发 也就是佛祖头上的卷发 属于发设立的一种 释迦摩尼谁不用说了啊 佛教的创立者 有传言就说了 当年前处修建雷锋塔啊 就是为了供奉这一佛罗济发 据说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 前处好不容易得到了佛罗济发 就想着要把它供奉起来 可是怎么供奉呢 他就想啊 干脆建一座佛塔吧 不过这个佛塔要修建在哪呢 这是个难题 据说有一天 前处去敬慈寺 拜会得到高僧严寿禅时 两个人相看甚欢 无意之中呢 前处就注意到了一个 美不胜收的场景 不远处的雷锋山啊 揽山水目湖峰 与日月同归 让人一看就心旷神怡 前处当下就拍板说了 就建在雷锋山上 这才有了后来的雷锋塔 头发呢 很可能是当时 佛生前留下来的东西 我们千年前的吴越国王呢 得到了这个佛的头发 然后把它丰富在 这个舍利容器里面 放在西湖边 然后起塔供养 我觉得呢 这是一个对佛教的 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事件 所以我们现在呢 还是不把这个佛塔打开 我觉得呢 这是一种最好的一种 保存文物和保存舍利的方式 那么当年前处真的是为了供奉佛罗纪发财 修建了雷锋塔吗 不瞒您说对于这个问题 不少的考古专家心存疑虑 怎么说呢 前处在位期间的确是修建了不少的佛塔 六合塔呀 宝处塔呀 都是前处主持修建的 此外 他还命能攻桥将 铸造了不少精妙绝伦的阿玉王塔 从这两点来看 前处的确很有可能会为了佛罗纪发 是巨资修建佛塔 不过据史料记载 前处早在公元940年左右的时候 就已经得到了佛罗纪发 而他主持修建雷锋塔是在公元971年 这中间隔了相近30年呢 这30年前处一直把佛罗纪发放在身边 供奉在王宫之中 那么他又怎么会想到在30年后改变主意呢 要修建一座佛塔来供奉佛罗纪发 这个答案呢 还得从当时的国家形势说起 因为吴越国所处的这个时代五代呢 北方的政权呢 是像走马灯一样 经历了这么多个王朝 所以呢 还是处于一种战乱状态 当时的吴越国地方虽然不大 但是物产丰富 人口众多 经济发展十分快速 相比周边那些不断发生战乱的大国呢 吴越国简直就是百姓们心中的乐土 对此前处也十分满意 他只想着守住老祖宗留下来这片基业就行了 并没有想着要扩张 可是问题是你前处没想着扩张 不代表别人也不想着扩张啊 吴越国国力不怎么强盛 可是这个地方不是一般的富庶啊 在别人眼中那就是一块香喷喷的大肥肉 后来到了南宋的时候 刘勇的一曲望海潮 不直接把金主完颜亮给勾的说 我一定要占领这个地方吗 就是太漂亮了 太有钱了呀 其实前处当时心里也明白这一点 按说这个时候 他应该好好的发展军事啊 加强防御 可实际上呢 他却为了释迦摩尼的一缕头发 兴师动众的修建佛塔 怎么会这样呢 先来看看 公元960年历史上发生了什么 这一年发生了一件天翻地覆的大事 后洲大将赵匡印发动陈桥兵变 荣灯大宝 改国号为宋 宋朝三百多年的历史 从这儿就开始了 那您要问了 赵匡印来自后洲 前处是吴越的国王 这两个人之间有什么关联呢 我们知道啊 宋朝最终统一了大半个中国 其中呢 功劳最大的是赵匡印 因为宋朝建立之初 同时存在了 还有什么后蜀啊 京乡啊 南汉啊 南唐啊 吴越啊 等于这样乱七八糟 一大堆这样 逃过架了 赵匡印 南征备战 愣是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边 吞并了 后蜀 京乡 南汉三国 吴越国 暂时还逃过一戒 刚刚也说到了 吴越是个小国 实力呢 也谈不上雄后 赵匡印 都能把后蜀 京乡南汉 几块印骨头给啃下来了 又怎么会啃不下吴越呢 说起来也算前处机灵 宋太祖赵匡印一登机 前处就派使节前去讨好 又是纳贡又是称臣 搞得赵匡印呢 龙心大悦 还册封前处为天下兵马大元帅 你前处都直接向赵匡印 扶手称臣了 赵匡印 自然就不会急着去吞并吴越 下不去手 不好意思 而是先把目标 放在了后蜀 京乡几锅身上 毕竟对于赵匡印来说 吴越 清粥小菜 只要我想 随时可以一口吃下 而对于前处来说呢 赵匡印 你狼子野心 昭然若揭 我知道 迟早会对我们吴越下手的 那怎么办呢 公元974年 宋朝向南唐发起了进攻 宋军势如破竹 南唐很快就灭亡了 而这个南唐和吴越 是紧紧相邻 唇亡止寒的 他灭亡了吴越 不回原 就是在这样的时候 前处下定决心 修建雷锋塔 什么原因呢 其实前处当时 也是想保住吴越国的 纳贡称臣 那只是手段拖延一下 可是啊 宋实在是太强大 吴越国想要抵抗 那是唐臂党军啊 打又打不过 挡又挡不住 前处能怎么办呢 他在这个时候 提出来修建佛塔 就是希望能够广积福源 祈求上天保佑 佛祖保佑 让吴越能够度过这一劫 哎呀 说起来也是可悲啊 前处作为一代国君 无力保护自己的国家臣民 只能寄希望于信仰 他带着文物百官 平民百姓 都将自己的贵重物品 拿将出来 放进雷锋塔底的地宫 就是希望用虔诚之心 感动佛祖 求一个太平盛世 然而 这可能吗 前面说到了 送一统天下的雄心 已经是众所周知了 吴越国岌岌可危 面对这一情形呢 吴越国王前处无力回天 只能寄托于信仰 带着文物百官 平民百姓 建塔祈福 修建了雷锋塔 不过有一点很奇怪 吴越国举全国之力 修建雷锋塔 国王前处亲自监工 可这雷锋塔 最后只完成了一部分 是个半成品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咱们来看看雷锋塔 建塔祭文的石碑踏片 您注意 据说前处原本是想把雷锋塔 建成十三层的 不过奈何囊中羞涩呀 折中了一下 只修了七层 可是您再看这幅画 这是南宋名家李松的西湖图 详细绘制了雷锋塔的原貌 您仔细看会发现 这幅画中的雷锋塔 只有五层 李松的话 绝大多数都是风俗画 真实地记录了社会的生活场景 所以它的话肯定不会有演绎的成分 比较写实 也就是说 历史上真正的雷锋塔 只有五层 规划了七层 却只建好了五层 显然没有完工 这作何解释 当时雷锋塔挖掘的时候 出土了许多的石刻佛经 这个整理过程中发现 当时的五岳国网刻的佛经 有一些神面上经文没有刻完 但是它已经资本上把这个经文 已经是排布好了 大方广佛华严经 它是有八十卷 但是没有刻完 它只刻到了前三十二卷 前处有多重视雷锋塔 就不必换之再次强调了 他都把五岳国的国运寄托在雷锋塔上了 肯定不会轻易放弃修建雷锋塔的 雷锋塔最后没有完工 那一定是有什么隐情在其中 那么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 让前处迫不得已停工 雷锋塔停工时间是在公元978年 就在此前的两年 宋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赵匡胤突然暴毙身亡 他的弟弟赵光义继位 这也是一桩历史名案 比如说烛光浮影是千古弥暗 这事有机会咱们单说 那赵光义继位之后可不是赵光义呢 他会碍于情面 当然前处你主动交权是吧 两年之后 也就是雷锋塔停工那一年 赵光义直接下了一纸诏书 让前处来开封朝拜 前处心里明白呀 此一去那就是不要想再回来了 绝对不是仅仅朝拜那么简单 去了之后迎接他的鸿门宴一场 逼他交出政权 然后圈进起来 要是不去呢 估计没过几天 宋的大军就会打到杭州城下 所以为了无约的百姓啊 前处是不去也得去 但是去之前 他还做了一件事 那就是下令停止修建雷锋塔 前处下令停止修建雷锋塔的那一刻 就意味着吴越灭亡的日子 也不远了 这不 前处到了开封没几天 就将吴越国的领土和军队 全部都交给了赵光义 而前处自己呢 也先后被赵光义封为 淮海国王 汉南国王等等这样的虚执 看似好像就养老吧 然而实际上暗仓杀鸡 十年之后 前处举办六十岁的寿臣 赵光义派遣使臣前去贺寿 当天晚上 前处就暴毙身亡 死因成谜 不得不说 赵光义非常擅长干这个事 经常让别人死的不明不白 当然了 前处当国王呢 性子也还是太过软弱了一些 不好好的发展军事 跑去修佛塔 然而也不得不说 必须得承认 前处是一位比较仁慈的帝王 为了保护自己的子民 让他们免受战乱之苦 前处自己杆 忍辱偷生 亲手将祖宗留下来的基业 悉数奉上献给了赵光义 一个人承担亡国之痛 也只有前处亲自督造的这座雷锋塔 能够见证他的无奈与悲痛 故事说到这儿 还剩下最后一个问题 与雷锋塔同时期修建的不少佛塔 至今都完好无损 而雷锋塔是前处亲自督造的 吴越国举全国之力建造的 却在1924年突然倒塌 怎么解释呀 原因其实是这样的 自古以来 浙江就比一般的地方要繁华 也就意味着 这儿是兵家必争之地 发生过不少大大小小的战争 雷锋塔就曾经因为战争 两次遭受无望之灾 第一次是宋徽宗时期 方辣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农民起义 一场大火把雷锋塔外围的木质结构全部烧毁 第二次是明代嘉靖年间 倭寇入侵东南沿海 最后被困在了杭州 他们情急之下放火焚烧雷锋塔 这一次雷锋塔更是被烧得面目全非 内部结构都全部被损毁了 只剩下了一个砖砌的架子 历经两场大火雷锋塔都没倒 那么真正让雷锋塔倒塌的原因是什么呢 答案绝对让您是大惊失策 摧毁雷锋塔的罪魁祸首 正是传说中的伯娘子 怎么回事呢 早先在西湖边上蛇患严重 偏巧呢 这养残的人又特别多 这下就坏事了 残农们养的残呢 经常就被蛇给吃了 搞得残农们一年到头都是颗粒无收 血本无贵 后来不知道怎么呢 就传出一个说法 说是雷锋塔不是镇压了白娘子吗 白娘子是谁啊 千年蛇精啊 这说明什么 雷锋塔的地砖可以驱蛇辟邪 这个说法一流传开来 西湖边上的残农们那就激动了 可算有了一个解决办法了 他们也不管这个办法 管不管用啊 都跑到雷锋塔下面挖地砖去了 你挖一块我挖一块 地基都快被挖没了 您说只剩下一个架子的雷锋塔 还能不倒吗 所以啊 要没有白娘子的传说 或者说白娘子的传说 没有流传这么广的话 估计雷锋塔呀 还不一定会倒呢 节目最后 我感慨一句 雷锋塔是一座有故事的佛塔 他见证了吴越末代君王前处的亡国之徒 也见证了杭州临安那一段风云变换的历史 虽然说现在这座雷锋塔是重建的 但是它代表的是一种见证的标志 它会始终屹立在西子湖畔 看着如知的游人 好了 感谢收看今天的经典传奇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